哈喽大家好,这里是Yaya Mandarin 今天我们学习HSK四上第二课 真正的朋友,Text 2 Part 1 词汇,Vocabulary,Text 2 聚会,联系,差不多,专门,毕业,麻烦 聚会,专门,专门来学习 专门来旅游,专门来参加聚会 专门从国外飞回来 张远专门从国外飞回来 参加聚会 张远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参加聚会 联系,毕业 联系他 联系上他了 联系了很多人 班里同学,你联系得怎么样了? 毕业后,同学们很少联系了 差不多 差不多大 我们的想法差不多 我父母结婚差不多二十年了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差不多十年了 麻烦 很麻烦 非常麻烦 一个麻烦 麻烦别人 麻烦你 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 听课文 回答问题 一 星期天同学聚会 小林能来吗? 二 同学聚会能来多少人? 三 张远是从国外回来旅游吗? 为什么? 四 他们毕业多长时间了? 小李和小林聊同学聚会的事情 小李说 星期天同学聚会 你能来吗? 小林说 能来 班里同学你联系得怎么样了? 来多少人? 小李说 差不多一半吧 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 小林说 是吗? 毕业都快十年了 真想大家呀 对了 今天早上 我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静 他毕业后 就去上海工作了 他这次是来旅游的 小李说 那太好了 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 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 聚会就在学校门口那个饭店 六点半 别迟到啊 小林说 放心吧 星期天六点半见 星期天六点半见 这两个词的意思差不多 你们的中文水平差不多 这里的天气跟台湾的天气差不多 这里的天气和台湾的天气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indicating being close or near in degree scope, time, distance or quantity etc 差不多 plus adjective or verb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 差不多做完了 电影差不多要开始了 这两个孩子差不多大 差不多 差不多 vs. 几乎 他汉语说得很好 差不多跟中国人一样 他汉语说得很好 几乎跟中国人一样 差不多 vs. 几乎 我们可以说 他们俩差不多高 我们不可以说 他们俩几乎高 他们俩几乎一样高 他比我几乎高了一头 2 李老师差不多60岁了 我们不能说 李老师几乎60岁了 我差不多一米八 我几乎一米八 是错的 3 姐妹俩性格差不多 我们不能说 姐妹俩性格几乎 4 这件事我几乎忘了告诉你了 我们不能说 这件事我差不多忘了告诉你了 Plat4练习 选词填空 1 这件事我们班差不多人人都知道 这件事我们班几乎人人都知道 2 这次考试他们俩的成绩 差不多 我们不能说 这次考试他们俩的成绩几乎 3 今天早上起床晚了 上课 迟到了 4 我的房间跟这个教室 大 5 要不是你给我打电话 我 忘了咱俩见面的事 完成句子或对话 1 A说 照片中间这个男孩是你吗 B 对 左边这个是我哥哥 2 A说 下个星期就要考试了 你复习的怎么样了 3 A说 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你 我 感谢观看